我叫石星奇 2020年登上了 黄金100秒的舞台 虽然没能挑战成功 但这段经历美好而深刻 脚踏实地 不回每一步路 心有所念 并无惧无畏 这首歌送给十年间的自己 如果你也有相同的感受 那这首歌我也送给你 那一年我刚好大学毕业 带着热血和斗智踏足心的地界 不曾怀疑自己 我不管南北东西 用全部力量向为之挑战 发起正面攻击 可是是没有想的那么容易 你以为可以做的动量 却只是个奴隶 被奴役却不服气 我只能改变自己 收起了我的脾气 只为寻求一丝转机 这个世界最不经意的就是时间 你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他夺去十年 回头看看身后的背影 无限被拉长 渐行渐远不再有当初单纯的脸庞 我想要追寻着内心澎湃的脉搏 我想要独一无二追逐梦的生活 我应该从何下手 王冠要如何争夺 哪怕是不当到我 全部经济绝不退缩 看着镜子里的我 睁开双眼不闪躲 时间被什么蹉跎 最好最坏的都属于我 别在意不堪的过去 争夺成绩的西移 永远都相信自己 在未来预遇见更好的你 十周年快乐 被试 谢谢 谢谢石新奇的表演 有请我们现场的黄金观众投票 我要特别介绍一下石新奇 刚才这首作品叫壮南墙 这是他自己写的一首原创的作品 是的 这首歌呢 就是记录了我这十年来的一些心境吧 当时从我的家乡到北京 来做了一个北漂一族 然后也有签约一些经纪公司 后来因为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吧 然后解散的解散 倒闭的倒闭 也不甘心这么早就回去 自己就大活小活的去拦去做 也遇到了很多不好的人和事 这首歌挺励志的 因为新奇它是重庆人 所以你当时做北漂的时候 其实是背井离乡的 要离开家乡 就是你在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 包括在北京没有取得想要的成功 家里人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比如说你回来吧 别混了 是有过的 因为出于关心嘛 家人肯定都会想让你有一个更稳定 更安逸的一个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 但是出于对我的另一种爱吧 他们也会尊重我的选择 可以理解成父母的一种心疼和担心 对吧 对对对 很多人在成长的阶段 都会遇到选择的问题 所以过去才有那句话叫 不撞南墙不回头吗 对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 对你想要的东西的那种执着的程度 但是我总觉得吧 人的这一辈子特别短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年轻人也好 还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也好 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 尽量地去追寻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够了 那这几年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跟我们分享分享 这几年其实我也想通了一些事情 因为在这样一个互联网很发达的时代 在哪个地方其实你都有机会 可以完成自己想要的一些目标 所以我在一个契机下回到了成都 在成都做自媒体方面的这个工作 现在这个自媒体做的还相对比较成功的 对吗 还是有一点坎坷 因为我生了一年多的这个呼吸系统的这个疾病 然后就没有办法能够好好的工作 现在应该好了吧 身体 现在还是吃着药呢 所以现在是处于一个强撑的状态 但是没关系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其实遇到的一些坎坷和困难 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反向的激励 暂且当成一种考验 对不对 对 那接下来看看十星期 这一次再次站上舞台 他有没有可能入围人际榜的前三 一起来看 排名前三的是 十星期 王闯 比利格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加油 那接下来说什么样的感悟 可以写在我们的时光际遇上面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容易的一个地方 但是我们要展现给大家的 就是你最好的一面就OK了 走起 我们的家乡话周倩 我们的家乡话周倩 我们的家乡话周倩